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最近这几天不是跟大家聊聊这么几件事吗 其实这几件事都是有关联性的 比方说中国的清华大学教授抵制学士服务 还有就是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动漫展 这些线下活动被纷纷的叫停 说是今日 然后还有就是在法国 一群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去示威抗议 迪奥制作了马面群 这个汉服的里面的一些元素 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串成一条线的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统称说是排外的活动 或者是一种文化脱钩 其实不同的事件之间 它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比方说在中国的这些动漫展 这些有日本风情的活动 那算不算是文化挪用呢 按照抗议迪奥的那些汉服爱好者所说的 文化挪用 就是你把别的文化里面的一些元素 一些他们的传统拿过来用 然后没有署名 没有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化挪用 但是你又没法上升到抄袭的阶段 因为抄袭首先你又版权的 这个事情是没有版权的东西 所以就给起了个名字叫文化挪用 那么中国的小粉红抗议西方的文化挪用 实际上我刚才之前上期节目讲到了 说他们去上街游行抗议这本身这种动作 他也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对吧 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按照共产党的说法 那就是他们也被毒害了 居然学会了这个示威游行了 我们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这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这些海外的华人华侨 他们学坏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说这个文化挪用这个概念本身 实际上也是西方的 就是这个概念 甚至当然有人说了 说他们这个抗议游行这些人 他们穿的内衣也是西方的 要不然你就脱光了 抗议或者你只穿一个汉服 但是这个文化挪用 其实我是不买账的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80年代 在西方人想象出来的这么一个 发明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想替那些弱势文化去发生的 这些知识分子 就编出了这么一个词汇 其实这个词汇算是一个学术用词 但是它现在后来 进入了大众文化当中 我觉得这个词 停留在学术的讨论当中 就挺好的 就不用再拿出来了 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于这个现实政治 现实的文化 这个东西你算不上是罪名 但是呢 其实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 受害心理 就是好像这些文化 它们的元素被其他人用到了 是一种不好的事情 那问题是人家用了这个文化 等于是推广了你的文化 你不是说文化都是相通的 同时文化是平等的吗 这已经把自己 处在一个弱势的position上面了 但是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弱势的地方呢 汉服的一些元素 被用在了现代的西方服饰当中 变成了一个潮流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所有的支持汉服的人 支持这些传统文化的人 应该感到很骄傲自豪才对 为什么会去抗议呢 你抗议的目的是在于 对方没有说是你们汉服的 其实他们更在乎的 不是这个汉服的元素 被广大的全世界所接受 他们目的不是这个 而是什么 是宣扬一个民族主义 他们目的是要给自己争来面子 他们更看重的是面子 而不是看重里子 他们与其对方使用了他们的元素 没有署名 他们宁愿对方不使用他们的元素 在中国举办那么多的动漫展 那么多的日本的活动 日本人也没有说 你必须署名这个动漫是日本动漫 所有活动上 要住一个 Mading Japan什么之类的 不需要 你在中国的全世界 你任何的元素 你把这个动漫的元素 放在你的这产品里面 或者怎么样的 日本人可没有说 你必须署名日本 或者怎么样的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天天的说 你要有四个自信 他们就是因为有这种 强烈的自卑感 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种玻璃心 才会接受不了 迪奥居然也生产麻面群 我觉得这特别特别的可笑 真的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这是我想对之前 我提到的这几件事 做一个更多的补充 那么我们看到 除了在南京的这个 夏日季的活动被叫停以外 其实在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活动 都被纷纷的叫停了 网上有人就列出这个表格 说近期取消的这些 漫展跟夏日季的活动 就是全国各地的 大多数是7月底8月初 准备要办的活动 我们当时不是批判 说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这是政府的这个行政命令 政府的公权力 在随意的践踏 别人办活动的自由 干涉民间的活动 这本身也是体现出 中国这种专制文化 专制体制 但同时呢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 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坏事 其实就是在加速 这是民间政府联合起来 一起在加速 政府在加速 是要排外 对吧 是要反美反日 是要煽动民族主义 增强凝聚力 然后宣传我们国家多好 我们这个党多好 然后这些被洗脑之后的小粉红 这些五毛们 他们也是跟风 看到这个活动 看到类似的活动 跟日本有关系的 他们就上纲上线 抬出什么南京大屠杀来 把干的打不着的事 然后支持政府去侵犯人们的自由 但是办这个活动的人 喜欢这个活动的人 喜爱动漫的人 其实也有大量的是小粉红 实际上他们在反自己 我们看网上就有什么一个小粉红 他特别特别的生气 因为他想参加的活动被取消了 在网上破口大骂 但是结果我们再去看 他过去发过的一个微博 当安倍晋三 伤势郭仲身亡之后 他说什么 他说开席了家人们 要开宴席 庆祝安倍遇刺 这样的一个人 结果遭受了社会主义的铁拳 结果他喜欢的动漫活动 被民主主义分子 被爱党爱国的小粉红举报 其实他们这种反日的情绪 就是导致 他们这个活动被举报的原因之一 这不是求人得人吗 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 你都这么反日了 这么恨安倍了 你还期待着在中国能够举办动漫的活动吗 对吧 一定会被上升到一个政治的高度 那么一定会有比他更反日的人 觉得这种活动不应该举办 而且最最搞笑的是 很多的小粉红 包括一些汉服代靠者 他们也遭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 有人就讲到说在云南的动漫节被取消了 会出延期公告 安庆的漫展主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汉服走秀 结果被极端分子举报 说是和服走秀 结果被公安带走配合调查了 其中他引述了一个人的微信 说他被安庆文化执法大队给带走了 因为他办的汉服走秀 被举报成是和服走秀 其实这是他们在表演 就是他就生怕这个动漫节跟日本站上边 所以故意弄了一个汉服走秀 要宣扬我们汉族文化 说明我们这个不是跟日本沾边的东西 这样希望能够这个活动能办成 结果弄巧成拙 你弄一个汉服的走秀 这个汉服跟日本的和服长得很像 对吧 因为他有这个相通之处 所以说就被说成是和服 这个执法大队的这些警察 他们哪管什么是和服什么是汉服呢 反正有人举报了 他们就要干活 而且是涉及到了政治 涉及到了反日 那么这些警察不可能坐视不管的 如果他们不管的话 出了事 那他们就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 所以他们必须有这种政治的高度的敏感 所以一旦有人举报 跟他们说有亲日的活动 他们肯定是立刻出马 立刻叫停 他们才不管你这是和服还是汉服呢 反正先叫停再说 这就是今天的这种反日的情绪 这些小粉红给带出来的 你把这种情绪 把这种的风气给带出来 你还期望着你的这个活动能够继续举办吗 就像有一个活动 有一个漫展 这个展会前特别强调说 现场禁止出现政治敏感 以及影响工序良俗的内容 禁止观众穿着现役军服 日军 德军服装 禁止佩戴或者携带任何国家的国徽 国旗 情务穿着何服入场 请大家自觉遵守 相互转告 他们办一个动漫展 还有这样这样的规定 就是那是怕到极点了 小心谨慎 生怕惹到反日的民族主义者 但实际上 这些参加活动的人 这些举办这个活动的人 他们其实骨子里面也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骨子里面也是反日的人 我不是说所有人 但是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 也是这样的人实际上 但是一旦你是被洗脑的 那你就很难去做一个划分 因为你一旦反日了 就没有一个标准了 你没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 别人还认为你不够爱国呢 你觉得我办个动漫展 跟日本没有关系 想方设法的跟日本切割 但是你真的能够切割的了吗 在一些人的眼里 你就是有原罪的 这个动漫本身的东西 就是跟日本沾边的 那你坚决的切割 你就是不说日本 就是不说这跟日本有关系 那你这是文化挪用了 对不对 法国的中国小粉红 又该不爽了 他们喜欢讲文化挪用吗 所以说这就是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悖论 它整个这个社会 是一个螺旋形下降的趋势 就是没有人能够 真的能够幸免 这就是很多人讲的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个雪坡是无辜的 没有办法 你会被裹挟 你会成为这个其中一员 最终导致这个局势 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我看到最近这几件事情 它背后的一些 很有意思的观察 这期的节目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